而正当最高法院大法官罗伯兹正准备帮总统当选人拜登宣誓就职之际 美国最高法院竟然收到了炸弹威胁 不过最高法院发言人表示他们并没有要求民众撤离 而且已经说目前最高法院已经恢复正常了 所以呢请大家不用担心 距离拜登就职的时间倒数一个小时而已 今年的总统就职典礼呢将与以往有所不同 除了疫情有限制人民众来管理之外 也加派了数万名的军警镇守 邀请了女神卡卡还有珍宁佛罗培兹等巨星表演庆祝拜登就职 此外川普也依选了传统在白宫留下了祝贺的字条给拜登 我国驻美代表萧美琴也获得了邀请函来管理 同时感谢你今天的收看 我是何之宇 更多详细新闻内容 请持续锁定中式新闻